哈尔科夫市中央的公园 炮击过后尘埃弥漫 民众满身灰 惊魂未定 一旁的建筑物铁皮屋顶也整个被炸开 支离破碎 俄军的轰炸夺走三条人命 同一时间乌克兰也在南方大反攻 跟俄军在赫尔松持续激战 只不过前线紧张 扎波罗热核灾危机仍然迫在眉睫 国际原子能总署的代表总算能够进入核电厂检查 总统泽伦斯基再向国际喊话 欧盟也似乎有听见 不仅立马捐赠550万片的点片 欧盟各国的国防部长齐聚布拉格 商讨如何进一步军援乌克兰 怎么援助还在讨论 不过到底要不要对俄罗斯全面停发声跟前 边境各国喊的响亮 但是德国法国还是不点头 说是怕把弱势难民也阻挡在欧盟大门外 俄罗斯也反抢锁门提议 不合理且疯狂 把持着能源筹码 冷眼看着欧盟如何展现团结 TVBS新闻赞好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铛